我们现在这个建筑物是规划地 规划地上八 然后地下五楼 那基本上是以策略型产业为主 空间视野相当好 台北市商办火热 外商持续来台拓点 再加上大型企业设置总部需求强劲 带动商办开发热度 知名建商瞄准内湖发展潜力 推出新产品 台北市商办租赁 供不应求 因此有不少企业主 也往周边开始寻找 像是我们现在来到内湖 新湖一路的全新厂办 就可以看到这边空间非常的开阔 光是单一层 瓶数大约就有四百瓶左右 计划整栋出售 总面积大约三千瓶 适合资讯服务业或是高科技产业 尤其锁定办公室老旧 寻求新建案 就换新的企业总部 台北市啊 很多大楼都已经要走向杜根 那所以很多幼稚企业呢 它需要大面积 转向内湖寻找标的 那其实在我们这区呢 一推出就寻温度不断 那也我们在附近的成交 也一直推升 内湖就中断的行情 还有不少大型企业 为了整合分散各地的办公室 强化营运效率 并且降低管理成本 也愿意出比较高的价格 来购买或承租更好的商办 内科平均售价52.6万元 平均租金1186元 空置率4.79% 进一步分析 以西湖段空置率最低 只有2.21% 就中断空置率10.2% 但买卖市场热络 大型企业抢着进驻 带动平均售价 微幅上涨到44.2万元 内科现在也已经集满了 所以就往这个 包括旧中断的这些 新的重划区这边来延伸 工商业用地跟厂办跟商办 会持续大概两年到三年的 融景不坠 那当然2023年以后 那量会比较大 那个时候可能就会淘汰一些 比较旧的大楼 以台北市顶级A半来说 企业租赁需求强劲 空置率下降 也让租金呈现稳定走深的态势 台北市的办公室 供不应求 连带也推升了租金的行情 以空置率来说 台北市顶级A半的空置率 目前第二季来到了3.9% 而租金的部分 也占上2800多块钱 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 成长了2.4% 整个台北市的平均A半租金的话 在第二季大概是2830块 但如果以新一计划区的 顶级办公大楼来说的话 其实它今年第二季的平均租金 已经到达了3520块 那我们甚至预期 今年下半年 就是在整体没有新供给释出 然后租赁需求很稳定的状况下 其实我们预期A半的租金 还是会持续的稳定的上扬 主要商办空置率低 加上租金上涨 造成2020年第二季 台北市办公室买卖总交易金额 只有8.9亿元 年减率将近一倍 房东习售也让商办交易 成为市场上的稀有产品 三立新闻 于城湖吕裴军 台北采访报道